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后代 你再辉煌的历史 归零 一个物种如果不能生生不息 再优秀也等于零 我跟各位讲 人类如果不能生生不息 你再多的文化最后都等于零 已经讲的是生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所以生生不息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